这是被誉为潮汕三大毒药之一的生烟皮皮虾 据说能让人茶不思饭不想 洗干净的皮皮虾淋上白酒消消毒 剪掉扎手的小角椒和尾巴 剪断更容易入味 碗中放香菜、姜蒜末、小米辣、生抽、白醋、鱼露、香油 对上凉白开 这就是生烟皮皮虾的灵魂料汁 生烟螃蟹和大虾都非常好吃 放在冰箱里两三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如果你做的酱牛肉又柴又硬 一定要试试我这个秘制做法 这个味道真的绝了 这是我用清水泡了五个小时的新鲜牛腱肉 放了大概200克的生抽腌制一晚上 然后再放上盘中这些香料 一把红葱头、几颗冰糖、姜片、腐乳汁 一勺盐、两勺铁面酱 一次性加满清水 扣盖炖一个半小时 记得关上窗户再打开盖子 筷子能轻松插进牛肉就可以了 家里有电饭包的 一定要试一下这个摇鸡腿 鲜嫩多汁 做法还非常简单 鸡腿用开水烫锅后会比较容易上色的 然后放沙姜、红葱头、生抽、老抽 半包摇鸡粉、一勺花生油 捞匀后腌制一个小时 电饭锅里多放一些葱姜垫底 再放上腌好的鸡腿 腌制剩下的料汁也倒进去 盖上锅盖按煮饭键30分钟 一锅香烹焖的摇鸡腿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摇鸡腿咬上一口满嘴都是香味 想吃摇鸡不用再去乡下挖土了 家里有个电饭包就能做鲜嫩多汁 特别好吃 先给一只老实八角的鸡洗个热水澡 放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一包摇鸡粉 一勺花生油 里外涂抹均匀 腌制一小时 电饭锅底铺上姜葱 放上腌好的鸡 剩余的料汁也倒进去 电饭包按煮饭键30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摇鸡咬上一口满嘴都是香味 我跟你说鸡肉你要是这样做 招待客人非常有面子 洗锅找的鸡放上姜葱 半包盐菊粉 一勺花生油 里里外外涂抹均匀 腌制半小时 盘底铺上姜葱 放上腌好的鸡 水开大火蒸30分钟 这样做要是不好吃 带上你家的鸡来我家吃饭 没想到上次的烧麦有异议的播放量 这次做些咸蛋黄的放冰箱 孩子上学的时候蒸一蒸就可以当早餐了 首先糯米需要提前浸泡4小时 然后隔水蒸25分钟 下午花肉末煸炒出油脂 再放腊肠丁和香菇炒出香味 然后放玉米 青豆 胡萝卜 生抽 老抽 蚝油 鸡精 五香粉 白糖 炒匀炒香后 倒入蒸好的糯米饭和一碗泡香菇的水 糯米饭吸收了香菇水 蒸出来才会又香又糯 饺子皮折一个漂亮的花边 糯米饭中放入咸蛋黄 再捏成团 放进饺子皮里 用虎口收紧 捏成葫芦状 水开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烧麦香甜软糯 我家四个孩子都爱吃 想吃海鲜粉丝包 学会这个做法 再也不用去外面吃了 首先蒜末辣椒 浇上热油 放生抽 蚝油 盐 白糖 搅匀备用 锅底铺上娃娃菜 放上粉丝 摆上海鲜大虾 和刚才调好的酱料 再来一碗清水 扣盖煮上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海鲜粉丝包 一锅都不够吃 虾仁滑蛋 很多人不知道是先炒虾仁 还是先炒蛋 看完你就知道了 剥好的虾仁中放盐 胡椒粉 生粉 抓匀腌制十分钟 准备五个正经的母鸡蛋 放点盐 胡椒粉 一勺水淀粉 这是鸡蛋嫩滑的关键 油热倒入虾仁 迅速滑散 炒至变色 然后放入鸡蛋叶中 加一勺葱花 锅留底油 下入鸡蛋叶 转圈滑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虾仁滑蛋 我家四个孩子都爱吃 如果你想吃鲜虾粉丝包 协会这个做法 再也不用去外面吃了 首先将蒜炒出香味 再倒入虾头 炒出虾油 然后加入适量清水 大火煮出虾味后 把虾头捞出来 放盐 白糖 生抽 蚝油调味 倒入泡好的粉丝和大虾 扣盖中火煮上五分钟就可以了 粉丝吸收了虾的鲜味 真的非常好吃 我跟你说 花甲买回来 你就跟着我这样做 鲜嫩多汁 无鲨又好吃 首先花甲一定要冷水下锅 煮开口后捞出来洗干净 碗中放生抽 蚝油 鸡精 生粉 适量清水 搅匀 调一碗料汁 然后蒜末爆香 下青红辣椒 翻炒至断生 再倒入花甲和调好的料汁 翻炒均匀 裹上料汁后 再来点灵魂九层塔 大火翻炒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贵州人对辣椒的感情 是一种香茹以沫 患难于共的情 就像贵州菜和蘸水 不辣椒蘸菜 齿油鸡又叫酱油鸡 酱香浓郁 其实做法很简单 油热葱姜蒜爆香 一只鸡不够吃 我准备了半只 煎至表皮焦香 放一杯生抽 半杯老抽 一杯料酒和适量清水 再来小半块红糖 边煮边焦汤汁 煮上25分钟 中途多翻面几次 最后大火收之即可 作为广东人的我 蒸排骨答案是我们的拿手菜 尤其做到此次蒸排骨 做好的排骨 放一勺面粉和清水 反复抓洗两分钟 洗出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再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这样蒸出来的排骨 才不会有腥味 碗中放蒜末 豆豉 焦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放盐 白糖 生抽 蚝油 搅拌均匀后 倒入排骨中 再放一勺生粉 抓紧腌制半小时 盘底铺上土豆 再放上排骨 水开上锅 大火蒸25分钟 蒸得太香了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又嫩又滑 你也试试吧 鸡翅不要总是可乐啦 做一道这样的辣子鸡翅 越吃越香 鸡翅对半切开 放盐 生抽 蚝油 五香粉 料酒 生粉 抓匀腌制10分钟 六层油温下鸡翅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油热放花椒和干辣椒炒香 倒入炸好的鸡翅 放一勺白糖 翻炒均匀 有条件的撒点黑芝麻和葱段 大火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啦 真的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放过 现在的菠菜真新鲜 做上这样一道上汤菠菜 好吃到汤汁都不剩 水开放勺油 放入菠菜 烫30秒捞出 油热放姜蒜和皮带一起炒香 再加入适量清水 水开后放点肉末煮熟 最后放盐和一把枸杞 淋在烫好的菠菜上就可以啦 在广东 除了蒸排骨 做鸡肉也是我们的拿手菜 剁好的鸡块中放姜丝 红枣 虫草 葱花 香菇 用生抽 蚝油 盐 白糖调味 再放勺生粉和食用油 抓匀腌制20分钟 水开上锅 大火蒸12分钟就可以了 关注我 做美食就是这么简单 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做这道香菇蒸华鸡 做好的鸡块中放姜丝 香菇 红枣 盐 白糖 生抽 蚝油 生粉 抓匀腌制10分钟 再放点花生油锁住水分 水开上锅 蒸12分钟就可以了 简单一样又好吃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